我今天呢要教大家的就是 我上次在家里面乱弄了一个很像希腊人 然后还有一个泡面 很像泡面一样卷刘海的一个发型 那首先呢我会教大家先从就是绑头发开始 那出一个梳子 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热 所以就是 头发这样留着真的超级热的 所以我还蛮常会把它绑起来 绑起来真的很舒服 先绑一个很高的马尾 然后我的头发已经有用电卷棒先卷过啰 放一个马尾 很高的马尾 应该这边大家都没问题吧 然后把马尾呢分成两个 然后呢其中一个先把它绕刚才的马尾 绕它 然后用一个小黑夹 夾住 固定 固定 好 然后呢 这是剩下的那一撮对不对 继续 卷它 再把它绕一圈 固定 就好了耶 是不是太简单了 太快了 太容易了 会不会太容易 好 简单哦 好 那包子头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用电棒来处理 呃 刘海 然后跟病角的地方 那这一支我之前有介绍过 就是 它的宽度就跟手指一样出而已 那我 因为我是请人家帮我买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它的粗细是多少 那就是请大家稍微的用指头来目测一下 就是它跟指头差不多的粗细而已 然后 因为为什么要用这个来卷 因为其实一般的 就是 其他的电棒 它们的 宽度都没有办法卷这么细的刘海 一点点就好咯 你看 它就会很卷 这边也是 好 因为它卷太久不然它会就是 曲起来 不然它会整个毛掉 然后你会建议就是 擦一点点那个 髮胶之类的 不然它其实很容易虚掉 然后前面的 希腊人的那个 泡面的那个 刘海呢 现在就开始了 因为我们平常在卷刘海的时候 都是 这样子嘛 可是在卷泡面刘海的时候 就不要有规则 就是随便抓一搓起来 好 就乱绝蛋 不要有 不要规律 对 不要规律喔 就是你方向也可以 稍微的旁边啊 左边右边这样 嗯 这边也是 然后你可以抓一点点 哦 太阳照进来了 好 旁边这边 嗯 然后 后面刘海就这样完成了 是不是超容易 就是它就是基本上就是 不要有规律 就是 乱卷它就好了 然后主要是因为 就是 这个很细的电棒的关系 它可以制造这种 很卷的效果 这个 就是头发不多的人 就是 非常建议用这种方法 让你的头发看起来超多的 好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 希腊人 泡面卷 刘海 发型 然后 这个今天这个包包头 大家要学起来 因为真的很简单 那希望大家喜欢 就是今天吹蜜的分享 那要多多关注我咯 谢谢 拜拜 更多的 要多理想 你 可以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